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奶奶掌握得那么好 你怎么了 刚不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间又来了 奶奶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奶奶的身仇大恨 齐兰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不把鬼子赶出青楼山 青田县 我势不为人 顺子哥 你别说这样的胡话 你 你要不是人的话 那我这样的算个什么呀 顺子哥 顺子哥 等孔梅他们走了 咱们再成亲好不好 好不好嘛 小石头 怎么了 什么事 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我跟大牛哥去逛了一圈 来向顺子哥报告的 不 来向猎王报告的 同时转告猎王 孔梅姐 还有活邦哥有请 好 我知道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眼神啊 人家过几天就要怎么了 要说也说正事 又不跟他喝茶 不跟他吃饭呢 你吃什么醋啊 好了 你先回去煮饭吧 晚上我要吃火腿啊 讨厌 我们小护人家 早就断了米肉 猎王啊 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吃吧 你别再问了别再问我了 世子哥 我知道啊 翠兰姐喜欢你 可是我现在又觉得 苦没解也不测 你这小孩 你说什么呢你 全掌柜 对 这常规的 怪里怪气 孔梅国帮呢 在你房间啊 孔梅姐 国帮人呢 我要是不用国帮哥做掩护 你觉得你能从翠兰姐那儿回来吗 你该小子 是我有事要跟你说 好 好了 小石头 你叫大牛啊 帮我做一个新的弓弦 要多少拉力的 去去去去去 他手巧着呢 他知道 好 不操了 你没说服黑子吧 你怎么知道 我会分析啊 你从国帮那儿出来之后呢 就直接去找黑子了 说明是去说合影练兵的事情 回来之后呢 没有去找我 又去找翠兰 说明事情没成 你想找个人聊聊天 换一下心情 精彩 黑子这个人呢 他不会被嘴上的事情说服 他是一个行动派 注重事情的结果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不跟他纠结这件事 我要用结果去说服他 没错 还有呢 找我什么事 我是想来向你打听一下 朱雀侠那个地方 朱雀侠 这次我们真的是找错目标了 阁下 是我判断失误 当我们和这帮土匪交火的时候 我才发现 虽然 他们拥有足够的枪支和弹药 但是他们战斗力极差 完全没有经过任何训练 以他们的能力 根本无法截略我们的军火 就在我们即将剿灭 这些土匪的时候 那帮可欧的猎户又出现了 并且 他们手中握有我军的 三八式火枪和狙击火枪 我相信 真正截略我们物资的 就是这帮猎户 没错 我的内线也是这么说的 您的内线 阁下从没提及过 等到实际成熟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明白 实际的情况是 这些猎人 从土匪手中借了些武器弹药 借 这一点我并不意外 我只是觉得那些 身穿披风战甲的人 能够打出这么漂亮的伏击战 让我觉得很吃惊 他们无论是从地形的选择 战术的运用 还有情报的来源 都越来越接近正规的部队了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少时间 这些土匪也会加入其中 更会很快形成战斗令 所以我们的首要日务 就是要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一旦他们形成合力 我们在青天下的日子 就会越来越难过了 阁下 现在我们应该立刻调起重兵 进攻青龙山 趁他们没有形成势力之前 将他们分别歼灭 如果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局面了 中国的孙子病法上说 急如风 须如鳞 侵略似火 不动如山 也就是说 以静制动 尽管其变 以静制动 阁下刚才不是还担心 他们联合起来吗 我现在只嫌他们 相互之间疼得不够深 不够狠 长谷局 谁找两个功夫最好的人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殿下 走 走 你看看这个 来 还有水吗 来 再干净点啊 好嘞 好好干净 带我回袖手 没问题 放心吧 顺子哥 咱什么时候勘察地形 准备围猎啊 是啊 没错 今天我特地请了国帮来 给我们好好讲讲 围猎应该注意的事情 各位 今时不同往日 咱们今年的秋迷围捕 不仅仅要使用新式的武器 还有新的围猎方法 你快拉倒吧 使新武器就算了 还什么新的围猎方法 我们光着屁股的时候 就开始打猎 对不对啊 就是啊 没有你来教 有什么科学的 兔子 国帮是我特地请来 教我们围猎的先生 你这是目无尊长啊 去 给我去山神庙 好好拜拜山神 拜不好就别回来 快去 要怎么拜才算好呢 你到山神庙 你就问问山神爷 他说你拜好了 你就拜好了 明白了吧 去你的 好拜点 兄弟们 这次我们结了鬼子的军火 那些小鬼子一定会找上门 相信昨天大家也看到了 鬼子来打姚三他们的时候 下手有多狠 他是想把我们青龙山 给夷为平定 不给我们留后路走 当然 我们也不会坐以待避 大家也都知道 打仗和打猎是完全不同的 老祖宗传给我们的营生手艺 我们是不可能丢掉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国帮学的 就是了解日本鬼子 他们的战术战法 还有作战方式 就好比我们在打猎一样 根据足迹 去了解是什么猎物 再依照猎物他的习性 看是用大网 尖刺 弓箭 还是火虫 等我们了解了日本鬼子的脾气 还有习惯 就能够找到他们的破绽 到时候杀光这些日本鬼子 替我们族人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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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副报仇 好 那我们今天先说说单兵作战技术 人生也保佑 人生也保佑 快被天子碰到大黑夜 沈泽娘都回去 看见面 沈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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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石门洞的 不是 我是三爷的人 姚三爷你 姚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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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住啊 来 够凉 够水 够凉够水 郭宝 这一次真谢谢你 哪里 我们在青龙山 打扰你们多日 又成了你们的馆长 还数次帮助我们 躲过小鬼子的抓捕 按说 应该我和我们家大小姐 感谢你们才对 那八路军和一般的兵 有什么不一样的 都是打鬼子 只是八路军更坚决 更彻底 更坚决 更彻底 那 水 跟我们差不多 还是不一样的 好比说 这小鬼子杀了你们的人 你们去打他 这是被动的 自发的 但八路军呢 是自觉的 这小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国家 不管有没有个人的恩怨 八路军 都要把他们打回老家去 一个是家仇 一个是国恨 家仇 国恨 李国邦的话 一下让乌永顺觉得 心里更加亮堂了 你想不还有损货呢 给我搬搬了 这是我给秃子大哥留着的 你 顺子哥 怎么没看见秃子哥 秃子 秃子呢 怎么还没有回来 啊 让开 继续 让开 让开 五条寨那本找过了吗 找过了 黑子还有长脚出去找 都没找到 会不会 被姚三的人抓走了 不能吧 咱们前脚刚救了他 后脚又百分没到 应该不会吧 大牛说得在理 我认为姚三不至于那么没规矩 顺子 你当了猎王威风了 汉家男人你说敢就敢 你这不信他开心吗 告诉你 秃子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好了好了 那个翠岚呢 你陪陪秃子家的 秃子兴许迷路了 晚一谢就能回来 去吧 好 好了 好了 咱先回去吧啊 走 大牛啊 你们几个再辛苦一趟 到别处去找一找 好 好 走 我也去 顺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 他哪儿去了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呀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火梅 怎么了 秃子不见了 他 他还不回来 别着急 别着急 去找找吧 找找找找 走 好 这怎么了这是 秃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得找找去 我预感 有事情要发生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说不好 反正我总觉得最近 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咱们还是先去找秃子吧 刚才训练的时候 顺子跟他看完笑说 让他去山上拜神 他不会遇到什么事吧 咱们去看看 走 走 这是一份特技机密 电报室除了你以外 任何人不得知道 下去吧 是 刚刚得到总部的密电 那个女人的身份 终于查清了 是吗 她叫孔梅 是从俗俄过来的工党分子 曾经在军事学院学习过 而且做过很多年的战地记证 难怪这个女人这么厉害 她回来的目的查清楚了吗 这个女人身上 但有一份重要的情报 是八路 要建造兵工厂的全部图纸 和设备清单 阁下 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料搞到手 那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事工业 也是一个飞跃啊 当然 而且 这是我们 报下天皇的最佳时机 可是 我们上次抓到她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 她携带什么资料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会带在身上吗 哦 明白了 从现在起 我们的头等大事 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遮住这个女人 而且 要活的 是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 恰巧秃子 她说了几句不知轻重的话 所以我只能拿她立威了 老立王 您是不是 也不赞成我们用那些日本枪 枪只是枪 没有那么多的说道 关键是 拿枪的那双手和使枪的那个人 这枪要是在鬼子手里 就是杀人的武器 在我们的手里 那就是吃饭的营生和生存的命脉 这么说 您是不反对了 你看我 就是那么欲不可及 不不不 不敢 孙子 我们能够在这大山深处 生存这么多年 延绵数代 其中的艰辛 那是可想而知的呀 传统固然重要 可是传统 是应该放在心里来尊重 不能口口声声挂在嘴边上 阻挠一切的变通和前行啊 我知道了 老立王 绅子哥 绅子哥 小迟头 怎么了 绅子哥 绅子哥 这儿 还有那儿 都是兔子哥的东西 我觉得兔子哥 可能是在这儿出事儿的 大家四处看看 好 好 孙儿 小迟头 跟陛下 都打死了 我们 走 去吧 去吧 我 我 这儿选走 弄了牌府 而且很有可能受了伤人 可是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袭击徒子 兄弟 你们快来 医生病 冲草 你的存心 你 兔子 可是半山神的 怎么在这儿呢 这不是山神庙前的对手所做的 怎么说 山神庙前 那些脚印至少是三个人的 而且也明显地打斗痕迹 血不是滴落 是人吐出来的 很有可能 是兔子他受了伤 跑到了这里遇到意外 伤口还没有结架 死亡时间不是很长 而且 这里完全没有打斗痕迹 说明 兔子是被一击致命的 致命伤 只有这一处 就是这个刀柜伤 伤口外翻 说明凶手 蓄力很久 害怕失手 刀口是从左到右的 可以判定 这个凶手是左手拿刀的 而且从挥刀的程度上来看 他们两个人 距离非常近 也就是说 兔子很有可能认识这个人 所以才会毫无防备 所以 兔子哥才会死不明了 你的意思 是这个凶手可能是我们青龙山上的人 不排除这种可能 可能个屁 我告诉你 我们青龙山上没有叛徒 也没有人会做出这种事来 要我说 没准就是你们这些外来人干的 我不齐兔子知道你们什么秘密 所以你们就杀人灭口 还有你们带上山来的那个老拳 整天贼没数眼神出鬼没的 也许就是他下的黑手 好了黑子别说了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得把事情查清楚再说 我们一定要给兔子一个交代 青龙山的人 青龙山除了我们 就只有土匪 姚三 这种事姚三未必做得出来 如果不是姚三干的 会不会是他那些手下 不然 上次我下山的时候 险些造了他们的暗算 我们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是土匪干的 要什么证据 我现在就去找姚三问个清楚 要真是他干的 你把他脑袋带回来 黑子别闹了 要去可以 等把事情查清楚以后再去 我们大家先回去 给土匪下葬 土匪 好可爱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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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屁 我这子 自家兄弟死了还不想报仇 不哭 来不来呀 不哭 来不来呀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不哭 你这样不哭 老大 怎么办哪 不哭 你死我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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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人 你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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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sh他了 孩子个人 你死我了 快走 快走 你死我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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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发呆 也没有用啊 裴子说得对 青龙山上的人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的 你说的这事 我当然知道了 我只是在想 马上就要秋迷围猎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秋迷围猎 意思就是联合山上的寨子在走兽肥美的时候 一起狩猎 就是这个意思 顺子哥 黑子带人去找姚三了 什么 老队 再往前就开枪了 告诉你 我黑子今天不是来闹事的 赶紧把姚三叫出来 我有话问他 有什么好问的 三爷早些了 有事情 白天为什么不过来 白天 白天我那个兄弟还没死呢 黑子哥 别跟他们废话了 别动 住手 走 人家可是欺负到在头上的人 你是联王 你拿主意吧 你真的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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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放下 放下 遗憾 我 你才看得到 衬性能 那颜的 有没有 万不一 马上 在我姚三面前指手画脚啊 三爷 我这兄弟没有若义 只是这山上 发生了棘手的大事 所以今天来查试一下 顺子 上次你在小鬼子手里头 救了我兄弟 不假 可这人情我也还给你了呀 这娘们儿现在当上 练网夫人命啊 三爷说笑了 孔梅真的只是过路的客商而已 客商 只是不知道你这个客商 做的是哪门子商议啊 有什么要查试的 说吧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叫秃子的朋友 他走多了 想来向三爷问一问 是不是您收到了他 秃子 哪个秃子 顺子 你人走丢了 问我姚三要 咱们在青龙山 做邻居也几十年了 虽然没有来往 但你总听说过吧 我姚三 是那种无安负义的人吗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上次招惹小鬼子的事 我自认倒霉 我不会怪你们 可今天 带这么多兄弟 万一走了火 失了手 可别怪我姚三 不将情面 行 既然三爷你说 秃子没有留在你这边做客 那我回去再找找 告辞 等等 青龙山上 我们两家怎么都好说 但我得提醒你一句 离了这片山头 你我爷们 都不是小鬼子的对手 不送 走 小鬼子 快一点 好好好 走啊 早 早 早 走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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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快点 有你跟我去下山真好啊 走路都省事 是 说是他们的先前队 今天就要到了 知道什么任务吗 总部说 不需要我们知道的那么多 这样吧 这些日子 要加强县城内外的警戒 增加杠上 是 来 小心点儿 快点快点儿 好 三爷 三爷 你慌什么慌 东阳人 东阳人 四爷 四爷 在山下 看样子好像是路过青龙山 有多少人 十几人 那他 你报仇的机会来了 别拿枪 是 好 弟兄们 快 转人站到 快 快点儿 三爷 弟兄们 小鬼子又杀咱青龙山了 上回咱们差点让他给灭了 此仇不报 我姚四儿以后怎么在青龙山立足 咱们青龙山 仍不能找回面子 咱们能不能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就赶今天了 好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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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跟爷下山 打打勾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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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地儿咧 我让来看看 别挂多了 我让他去尝尝 挂地儿 挂地儿咧 没事儿呢 挂地儿 跟我来看看吧 站着过 怎么了 我们家老店啊 就你诗字 我知道 你去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们找人 掌柜呢 全掌柜 你是来要债的吧 没用 那家伙外边欠的债 多了去了 要 要什么 那我们的钱怎么办 您呢 这回是真是亏了 我跟你说 他跟之前那个掌柜一样 都是一夜之间 人没了 还真是邪门了 怎么 你们这儿 以前还有个掌柜的 那可不 以前那个老是本分 一天啥也不干 就算账经营 说也奇怪了 一夜之间人没了 东京没办法 只能从外边再找个掌柜来 老钱就来了 现在他也没了 那可不 要不这活怎么我来干 走 鬼子人数不多 只要我们开枪 把他们引进山里 剩下的三爷他们会做 只要他们赶进山 一个都别想出去 就把他们不赶进全岛 在哪儿 大家 发现 creo 我 来了 我扫好了 撤 警察 这应该是敌人的前哨 让士兵们提高警惕 准备上山